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尼希米记五章一至七节 大约在这时 有些人和他们的妻子 向其他犹太同胞 发出抗议 他们说 我们的家族人口众多 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活命 有些人则说 我们为了在饥荒时得到食物 就抵押了我们的田地 葡萄园和房屋 还有些人说 我们不得不借钱来支付田地和葡萄园的税 我们跟那些有钱人同属一个家族 我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但为了有足够的钱活命 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孩子 卖身为牢 我们的女儿有希尔被卖掉了 我们根本无能违力 因为我们连田地和葡萄园都抵押出去了 听到他们的抱怨 我非常愤怒 几经考虑之后 我就公开指责这些贵族和官员 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的亲属向你们借钱 你们竟然收取利息剥削他们 我又召开大会处理这个问题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内忧外患一 曹直的诗话 本事同根生 相侦何太急 尼希米听到民众抱怨之后的悲愤 大概都不会比曹直少 我们以为 同是归回故土的犹太人 理应互相守望 给此帮助 谁知有犹太人 亲住穷人无钱纳税 就要他们抵押田地 当他们无法赎回之后 更加要他们将儿女卖身为牢 要知道这些做法是摩西律法所不容的 犹太人却是竟然这样做 因此难怪尼希米发怒 斥责那些贵族和官员 向同胞收取利息 剥削他们 并且要他们免去众人的利息 尼希米面对的内忧 是民众不遵守律法 压诈贫穷人 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呢 我们的制度 会不会让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迫使贫穷人无翻身之日呢 上帝总为社会上的贫穷人 留一线生机 我们也要注意 身边有没有压榨穷人的事 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也要发声 以纠正这些行为 不可亏待贫穷人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